議員民事長 請黃國中律師 對不起 我不是半分鐘 可是我練就了三分鐘的本領 那剛剛蘇俊雄大法官的公子蘇彥圖教授 所講的其實就是自由意志的問題 就是我二十歲到二十三歲我要選 不需要憲法來加以憲制 剛剛楊泰順教授所講的配合制度的問題 我覺得國會議員可以兼任部會首長的時候 政治獻金跟匯款的這個制度 一定要建立的周密一點 而且我非常佩服就是說 國會要建立正反辯論、政黨交叉辯論的制度 因為國會議員的學士水準總是不如大學教授 可是你透過辯論制度的設計 就可以提升國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那最後我要說的就是說 四十歲可以選總統 那換地剛八十歲以上不能投票 這是限制 可是二十歲也好、二十三歲也好 是一種限制 如果我是說如果這次修憲書不過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再選辦法 十七歲到二十歲 賦予投票權 如果還有違憲的疑慮的時候 十七歲到二十歲投辦票 什麼叫做投辦票 就是包一份結婚的禮金 全家都帶去持喜酒 謝謝 謝謝黃國中律師 我們到現在剛好是滿三個小時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是不是呢 懇請在座各位的專家學者教授 就是有認為還要補充的部分 可以用書面來提供給本院做參考 那其實今天有很多委員沒有到現場 但是其實他們都在研究室裡面 看透過這個閉路電視來看 連聽各位的高見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各位 花三個小時的時間 來提供給我們本院好的意見 我們做一個立法委員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像各位這樣 都是真正的專業人才 但是我們都期待自己是通才 都能夠懂一些 然後在通才當中 來尋求自己有興趣的專業 今天我們第一場修憲的公聽會 到這個地方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